欢迎收看欢迎把抓 我是张老和 今天四个关键字 带你掌握天下事 感恩超司 赞叹超司 数位部 遭酸出差部 赖掉奇葩怎么了 民调真的搞反串吗 今天大家最在意的 但除了涨价 我们更想知道 超司这家公司 究竟是多么有生意头脑 有人脉 有关系 还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他早就知道会缺蛋了 一家公司见人到 农业部长陈吉仲 频频护航 现在情流感 不仅有双重标准 你上半年能吃到蛋 还要谢谢超司 另外述发部成立之后 你有敢吗 现在打价 他们打到国外去了 明年预算国外旅费是 3733万 增加165% 换算下来 每天是有6.6人出国 而更气的是 媒体政策业务宣导 农业部他是冠军 他编了上议员 你是宣传农产品 还是养网军呢 而现在郭董展开联署之后 最新民调出鲁了 赖清德虽然第一 但竟然是掉了7% 郭董难道真的是天生神力吗 一出来之后 三个人全掉了 还是接到民调的民众 开始顽皮 搞反串了吗 今天我们这样一一挖下去 追下去 现在就要今天四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杨志斗 大家晚安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苗博雅 大家好 民众党发言人李鼎丽 赵恩好大家好 好 现在大家很关注的是 我刚刚谈到了 蛋价涨了 蛋价涨了吗 不是说之前有进口蛋进来吗 这进口蛋现在还烧个不停 就是这一家公司超私 超私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它很有生意头脑 这一来一往赚了不少钱之外 才知道它有钱卖 有人卖还有关系 甚至我们的农业部长陈其仲 连续帮它来护航 第一个护航点什么 他说鸡蛋的专案进口政策 达到60亿元 我们亲前已经讲过了 他说如果我今天放任 其他的黑市市场去卖蛋的话 跟你讲很多的老百姓 亏太多了啦 这成本太高了啦 我们专案进口进来 你看现在不是很好吗 我才花5.7亿嘛 没有多少嘛 现在第二个说法 是他到了友台的节目 接受这个视讯访问的时候 他说超私真的太伟大了 你知道那个8000多颗的巴西蛋 原本是要卖给日本的 是我们的超私跟巴西讲说不要卖 卖给我们吧 因为我们台湾人缺蛋 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蛋进来啊 所以我们要开始感谢超私啊 但我就要问啦 那我们抢单的代价会是什么呢 第一个 国民党立愿党团就在质疑了 巴西政府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 他们是禽流感的疫区啊 那为什么超私在6月7月 你还要进口上千顿的鸡蛋呢 它是4 5 6 7 都有问题了 禽流感的蛋你敢吃吗 你敢进吗 为什么会进来呢 农业部有个新的说法 他说巴西禽流感是在野鸟中发现的 不是在蛋机场啊 野鸟的高病原性禽流感 台湾不会认定这是禽流感的案例 等于是一个禽流感啊 两种说法 两种标准啊 而现在关于 燕蛋这件事情不是一个跪一个跪进来吗 到底要不要逐步检验呢 还说有问题的蛋就退呢 没想要引起了许晓星 还有这高嘉瑜两个人在网络上面开战了 这两个女人战争 高嘉瑜说许晓星你主张是逐科燕蛋 有事吗 是不是要叫他逐科工程师呢 许晓星说冤枉啊 不要把别人没说过的话塞到别人的嘴巴里啊 就像是没有人要听你唱歌 硬要制造噪音一样 而现在大家会想问 超市这件事情关我们到底有什么事 第一个 现在蛋价是不是涨了 你有感嘛 第二个事情是 你知道超市这一来一往赚了多少钱嘛 大家一直问说 那你这个盗案价格多少啊 这个农业部或是中央续厂会 你补助多少啊 现在农业部也把资料全部都公布出来 我们先来看盗案价格到补助价格跟价差这三者 我们先稍微推估算一下 超市赚了多少钱 第一个是 超市的数量是 8814万颗 它的盗案价格 农业部说是4.94元到5.9元一颗 那我们当时台湾的产地价格是4.294元一颗 所以呢这中间的价差多少 一颗是1.606 那我们就乘嘛 这个1.606乘以8814万颗 诶 那我是赚了1.4亿呢 你是原本说没有补助啊什么的 这样算一算不就是这个价钱吗 那你说你在扣掉那些什么 鸡蛋烂掉啦 被验出有问题啊退货 我算你一千万好不好 我算你一千万哦 他现在还至少赚了1.3亿多 而且这还不包含其他的是 他从巴西买单是多少钱啊 他们只说了盗案价格啊 没有说巴西买多少钱啊 来兵哥你怎么看 我觉得 这个事情哦 陈吉仲的很多解释都让我觉得匪夷所思 然后农业部也常常前言不照后语 大家记不记得农业部一开始说为什么要给超市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超市的母公司在业界呵呵有名啊 非常大 惊人啊 就人家一查出来 诶 超市了 过去他们经营的那家叫无忌蛋行 只有2.5万资本额 然后农业部就改口 哦那个不是母公司 他们是亲戚 是以前开的公司 那现在已经不是他母公司了 超市没有母公司 那请问一下到底是谁队 农业部上一个农业部队 对来下一个农业部队这都是你们讲的啊 然后再来 现在又在告诉我说 巴西禽流感是在野鸟发现的 跟养鸡场无关 那我就觉得奇怪 当初你记不记得你 你农业部是怎么 当时叫农委会 你们是怎么拒绝陈玉珍委员说 金门的蛋也可以进台湾呢 你说因为厦门有禽流感 所以厦门的鸟可能会飞到金门去 哦会传染 对会传染 所以金门的蛋有危险不能进 厦门的鸟会飞到金门 巴西的鸟就只守在野外就不会进鸡舍 巴西的鸟比较有自制力 我们那个大陆的鸟就比较坏 就会飞到别人家去 是这样吗 你这什么逻辑啊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我们大家一次同样 巴西的鸟也是到处乱飞啊 谁能管它 那你怎么能够这样认定 它不会有危险呢 如果金门你认定有危险 那为什么巴西不会有危险 所以这听起来都非常诡异啊 那更奇怪的就是 今天我们从来没有跟巴西进过蛋了 过去在这家之前从来没有 然后你突然之间就决定了 然后给一家从来没有跟他接触过的公司 这家公司本身更奇怪就是去年9月 突然成立了 他们歇业了很多年之后 突然之间又成立一家超市公司 成立了之后也没有生意啊 因为那时候没有静淡的需要啊 然后结果到了今年的2月24号 他没有生意做 申请停业 结果申请停业完呢 不到10天马上申请复业 3月2号为什么 因为他马上3月10号就可以参加农委会的 那时候农业部的这个 那时候叫农委会 农委会的就是要对外購蛋说明会 法说会的类似这种 他怎么知道这个消息 很显然内部有人通知他嘛 对不对 然后农委会光束喔 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立刻决定说巴西也可以列为进蛋的国家 然后这家超市已经把巴西所有的这些表格 检疫证明啊这些相关的出口表格 全部成后 这么厉害 巴西原来是行政效率如此高的国家 这实在是让我觉得太惊人了 然后我们 请注意喔 因为这是生鲜食品喔 所以正常你要进这种东西的话 是不是我们要稍微去现场看一看 也没有茶厂也没有干嘛 你根本也不知道巴西当地的状况 老实讲我为什么认为陈宇仲在胡说八道 请问一下陈宇仲你去过巴西吗 你怎么知道巴西那边野鸟跟养鸡社 他们的管理状况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你如果都不知道的话 你凭什么下这种判断 然后你就立刻决定巴西可以进 然后给我们的理由是什么 日本以前也常跟巴西进货 我们的厂商超厉害啊 直接把日本的货拦截拦到台湾来 这真的吧 大家去想想看 日本有没有从巴西进蛋 有喔 每个月一万三千颗 每个月 一万三千颗 我们是进八千八百万颗 对不对 请问一下 日本根本一年都吃不了这个量 你就跟人家抢什么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这根本不是跟日本抢嘛 他本来这个量 日本就吃不到 所以这不是什么去跟日本抢 这本来就是要给台湾的啦 讲实在话就是这样 那老实说 如果巴西那蛋是好的 以前没有接触过 现在也可以接触都没关系 但是这整个过程是不是太过专案 但所有一切都是量身打造特制的 是 那平的是什么呢 平的就是农业部现在说 因为这一个 这家公司 这个秦宇乔这个人 过去他们家族 在蛋品界非常有人望 非常有人脉 是这样 我们公务员是这样评估事情喔 那我就一直觉得很怀疑的就是 秦宇乔到现在还在跟我们讲说 说他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台湾 根本不是为了赚钱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把人脉把这个管道 直接介绍给我们的续产会 不就结了吗 让中央续产会去处理啊 或是让台湾发去处理啊 台湾发亏钱亏那么多 你让他赚一点也会死喔 对不对 那你都不要 偏偏自己要成立一家小公司来做 去问一下 谁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阿秒 其实我们这样一路谈下来 我有时候不太懂 是陈其中太聪明 还是我太笨 他讲的话我有点听不懂 他的漏洞 会不会也太多了一点 你怎么看 我觉得也不是说陈其中聪明 也不是说你笨啦 这都不是啦 重点是农委会讲了太多 知知节节的事情 他应该针对正义去理清 首先第一个 大家质疑的是什么 这家是不是独门生意 只有你消息最灵通 只有你赚得到钱 别人都赚不到钱 那是不是独门生意 其实只要看一件事 第一 政府你要做这案子的时候 你资讯有没有公开 基本上按照现在 我们掌握到的资讯 3月10号开说明会 当天有38家参加 3月14号又开了第二次说明会 有25家参加 所以加起来 从头到尾呢 大概有60家厂商 参加了农业部的这个说明会 那在这个说明会里面呢 你接下来问嘛 参加60家 最后有几家 有来做这生意 答案是9家 为什么是9家呢 这个理由 其实我觉得农业部 应该针对这个去说明啦 谁能做这个生意 当时他设了四个条件嘛 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独门 只有超市可以做的生意 至少 现在的事实来看 我 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结论 因为符合这条件的有9家 那如果说现在要给他一刀毙命是什么 你要告诉我 有哪一家厂商符合这四个条件 政府不让他做这个生意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可能就有独厚的嫌疑了 那如果说其他家都是因为不符合这四个条件 说他做不了这生意 你也不能说 你这样子就是有弊端嘛 除非你能告诉我说 这四个条件 你觉得哪一项不必要 哪一项是故意卡 假设这四个条件都合理 而且呢接下来 第二个我们要讨论的是 价格有没有不合理嘛 假设说今天说 今天同样的条件之下 进来的政府有刻意去买贵 那这个当然又是一刀毙命了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是 里面第一个超市 他并不是买最贵的 现在被抱怨买最贵的是 是从澳洲空运来的鸡蛋 空运来的鸡蛋 价差一颗32块 有人抱怨这个贵 可是这并不是超市的货 对不对 那所以 现在问题是 超市的价格有没有不合理嘛 刚刚来大家在讲说 这个8000万颗蛋非常多 我跟大家报告 大家知道台湾一天可以产多少颗蛋吗 台湾国产一天就有2400万颗蛋 超市进口的数量大概是 台湾的三天多的数量而已 那你说政府是不是说 给超市买的超级无敌多的蛋 其实你看这个专案 把这9家加起来 总共进口它现在大概1亿5000万颗蛋 其实它大概是台湾6天到7天 6天到7天的产量而已 所以当时进口这个鸡蛋很显然的 它是要为了稳定消费者的信心嘛 就像我们过去讲说 银行如果爆发了这个财务不佳的传言 有人要挤兑的时候怎么办 银行都说 那不然我把现金全部拿出来给你看 请各位存户放心 你不要来挤兑 因为一旦发生挤兑了 财务再健全的银行都会倒掉嘛 那这个当时鸡蛋的事情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市场的信心严重的波动 消费者觉得说 现在蛋我怕会不够 去到卖场只要看到有蛋了 我都要放到我篮子里把它买掉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 告诉你说 政府有能力从国外进口鸡蛋 那是稳定市场性的一个做法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你说 当时是不是买贵 这可以检讨 如果你告诉我说哪一个厂商 在相同条件之下 卖个政府比较贵 这当然应该检讨 这是不是独门生意 你说独后特定 那这当然可以检讨 可是如果都没有的话 我们应该回归到专业来看嘛 最后一个点 今天在质疑说 为什么超市可以50万资本额 开这家公司 做进口8800万颗鸡蛋的生意 我跟大家报告 进出口贸易本身是这样的 2014年台湾营收第一名的贸易商 一年营收3480亿 各位知道他资本额多少吗 他资本额只有2600万 也就是说他资本额2600万 他做了超过13000倍的生意 在一年当中 这是进出口贸易会出现的样子 那你去质疑他说 只有50万 你为什么能够做这个生意的话 我觉得这是违背一般我们财经 应该有的基本常识 我觉得问证还是要回归到专业才对 周一到周五晚正十点 请锁定 华语地板转